凤林镇环保科技园区处民间光电厂最近发现红火蚁入侵 而且范围持续扩大到光复乡 红火蚁中心证实目前已经有扩大面积受到了波及 从2月3号开始将进行喷药防治 也请民众注意 凤林镇日前传出了红火蚁入侵危害事件 民众叫它毒蚂蚁 入侵的火红蚁为第七型 他们会将土壤堆高形成突出地表约10到30公分 致近约30到50公分的小丘形遗种 底下这个就是对不对 养又痛 大概要多久才有办法可以比较消除 有需要到打针吗 会有产生过敏状况 对啊 我就挂几针几次了 真的吗 对啊 那个阿伯你手指的它 像这个 像这个都是它钉的 霍林县政府农业处动房所所长周黄德如表示 大概在去年接火通报 入侵火红蚁的事件之后 国家红火蚁防治中心 也跟着县府做联系 在去年12月做了防治之后 今天在园区进行施药 范围大约825公顷 看看能不能急速控制下来 大概在去年有接火通报 那入侵红火蚁的事情之后 那国家红火蚁的一个防治中心也大概积极的跟县府来做联系 那大概我们在去年12月10 大概15号左右有做了第一次防治之后 那大概今天我们在做一些的园区 然后再做一些的施药 那这个部分我们整个的面积如果以 黄科跟光电的这个附近 大概面积估起来大概有825公顷左右 那我们大概接下来的进程 会以这825公顷来做一些的优先施药 来看是不是能够把红火蚁的部分 急速的把它给控制下来 环年县动植物防疫所长周黄德荣说 环科中心往外大概2公里左右 大概有1256公顷 民众不慎踩到乙丘 可能会遭到叮咬 小则红肿 严重的则会引发过敏 万一被火红蚁叮咬 反应不同 处理方式也不大相同 因此民众可以先用大量肥皂水或者清水清洗 之后再尽速就医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导